那么在中方的报导呢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军事专栏 叫做东方点兵 他其实有提到 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要武统的话 会面临四线作战 其实里面啊 我仔细的把它看完了 所谓的四线呢 就是第一台海的部分 包含了像东部战区 比如说台湾 日本 韩国 美国 另外呢就是朝鲜半岛 就是北韩的部分 还有中国在南海部分 比如说菲律宾还有澳洲 以及在中印边境的部分 看完了 我帮大家直接做个总结 他意思就是说呢 有可能周边的国家会趁这个机会 辛酬救恨都上 如果说不论是哪一线 只要有开战的话呢 都会造 就是中国大陆必须要 面临的一个状况 那舰长你怎么看呢 他这一项分析 他这个分析要有两个前提 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满足的话 就会出现四面作战 第一个就是说台海战争啊 武统啊 要打到像俄乌战争这样 这样惨烈这样 不是惨烈 要漫长 打到一年以上 你想想跟他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都要人家慢慢反应的 如果说将来的武统 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打完了 我举个例子 一个礼拜之内 打完了之后 这些人还没动作呢 还没想通了 还没想怎么做呢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第一个时间一定要很长 所以才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 那长的几率有多少 你自己去想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些国家 谁敢先出手打中国大陆 谁敢 连美国都在担心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事 这个在低岛链里面 又制空又制海 他们都怕 这些国家感觉先动手 也不太可能 所以两个前提是 第一时间要拖得很长 第二美国要带头打 他们才会跟着打 否则这些小弟怎么会跟着打呢 谁敢谁敢 谁不要命啊 原来就要这么样看的 但是我基本上我看完了 我觉得如果真的造成这样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因为所有的国家全部都几乎都扯进来了 不会我是如果说这样发生的话 那解放军一定赢的 保证赢 我的看法是保证赢 为什么保证赢 哎 北韩是有核弹 一打到核弹一爆发 大家都猛去管核弹 谁在管台湾啦 对不对 是 台湾不会有核弹的 解放军因为同一个民族 不可能用核弹嘛 就像普丁的立场是说 我怎么可以用核弹打同样斯大夫族 那以后在斯大夫的历史上 我是什么 所以尽管右派一直讲说 你打几乎用核弹 他觉得死也不肯用核弹啊 我用核弹打北约的军队啊 他只敢讲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北韩 朝鲜半导发生战争 哎 金先生一定用核弹 你不用怀疑 我绝不怀疑他不用核弹 那谁在管台湾战争啊 没有人管啊 再来第二个 南海 菲律宾能干嘛 我搞不懂 这建长讲对 菲律宾能干嘛 你美国军舰来 台海就南海打成一团 也没有领土纠纷 打完了你 你军舰还是要走 你补给档案以后都走啊 跟台海不一样啊 所以 所以你美军派军队去打南海 那你台海能介入吗 我搞不懂 那不解放军营吗 中印边境 哎那个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你告诉我说印度能够做什么 对不对 那你说好吧 你要切断印度洋的什么运输航线 那也都要有很庞大的海军舰队啊 印度没有哎 那只要你美军自己来 那你要切断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第一个倒霉 我跟你讲 那孙将军你怎么看呢 但是美国最近也很奇怪 他们又一直放消息说 可是哦 以我们消息来看哦 习近平是想合同 倾向合同 但是呢美国的前白宫顾问欧布莱恩 他就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哦 中国很有可能一到两年内 就会以武力犯台 还记得吗 先前我记得哪一个司令 他是说2027 但是呢欧布莱恩说 没有我跟你说 时间缩短了提前了 接下来一到两年 时间缩短 如果日本美国还有盟邦 都没有提供台湾防卫 他们需要的武器 我也给予台湾所需要的外交力量 来阻止中国大陆 相信他们可能入侵台湾 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台湾就很危险了 大家先看看他是什么人 他的血氧知识 能够预估战争爆发的时间吗 党级都不敢讲这个 欧布莱恩呢 他是一个政客 他是在 你要看他出身背景 他讲的话是有目的的 他是白宫的国安顾问 你要晓得 美国的大博弈的战略 是要台湾来拖垮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这个他懂 也是来要武器的吗 不是不是你听我讲 他懂的就是说 一定要让台湾 跟中国大陆能够弄起来 美国在布局 不是现在在布吗 全世界都在讲台湾很危险 台湾要打了 中共要打了 对不对 他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份子 那为什么要提前呢 因为军人 那个以前的太平洋司令 他们那些军人的参半总长 讲的是2027 对 军人讲2027是根据计算来的 中国大陆有多少条 两栖登陆舰 有多少条航母 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 他要这样算 你大概建军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 可能会打 刚好又是什么建国百年 什么什么什么 他把所有因素都来算 那个算还至少有点根据吧 这个什么习近平的第二任 什么的 他是拿这个做过算 这个国安顾问呢 那是在认知作战里面 说台湾很危险 你们不怕 还有两年提前了 这都在促销一个东西 因为2027嘛 还很多人有点想象 没关系啊 国王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马会飞也不知道 那我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 他是在这边 给一个push的力量 他搞的是政治 不是军事行动 今天讲老师 任何军事专家都没有办法算 出手动手都是习近平嘛 对 习近平怎么去想 是要看国际局势 看国内形势 看两岸形势 他要看很多形势嘛 对不对 台湾如果台独的 不讲话了 不吭气了 气焰下去了 他有没有急 今天他要面对的是 全世界对他的围堵啊 他要把他大陆经济搞起来啊 他要大外交里面 要收获他外交的成果啊 对不对 他跟美国的斗争 跟美国斗争 不完全是军事啊 经济啊 科技啊 认知 所以他要看完很多因素 才决定要不要 而且台湾 武统是不是第一优先呢 我不认为是第一优先嘛 所以 这种态势 也很多人看出来了嘛 美国也有人讲嘛 中国大陆 没有那么积极的要搞 还在搞和平统一嘛 那欧布莱恩是不是急了 还不但统 还要先提钱 对 很急 这种就是政客讲的话 他说还有一到两年 那不就等于明年的意思 明年就要开始了嘛 他讲的是已经快一年多了 对 那明年就要开干了嘛 对不对 那台湾正好又在搞动员 又在搞那个警察也要拿枪 这都在配合这种叫做 培养一个氛围了 是政治目的 我看蔡委员今天有发了一篇文 叫备战 好 那蔡委员 你可以分析一下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现任的 讲的话我们总可以听了吧 好 他说台积电的代工 如果说两岸开战的话 那台积电 如果没有办法生产的话 不得了 一年要损失一兆美元 我今天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媒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势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